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五角大下有坦誠說 美國的海軍已經不是世界第一了 儘管可能是刻意炒作中國威脅論 不過美國的來看到上將 他也坦言說 相對於中國大陸軍隊來比 美軍只剩下最後一個優勢 他說什麼優勢啊 他說最後一個優勢 就是核潛艇的優勢 他說也正在逐步的消失當中 所以您覺得呢 大陸強大的製造能力 是不是未來更加加速 中美在軍事實力的差距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皆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起來看看這是誰說的 美國海軍上將來看到 他叫查爾斯理查德 他語出驚人的說呢 說俄沖突只是一個前菜啦 中美之間的衝突正在逼近當中 他評估說解放軍在很多領域都是有優勢的 比如說呢 在預想戰場啦 在中國大陸周遭 他說中國大陸就可以用非常短的時間內呢 就把所有的兵力集結起來 當然在周遭嘛 台灣這邊就在他周遭 他可以很快就把力量給集結起來的巨大優勢 而且能夠在第一時間就抵達到戰場嘛 這麼近 那無論是美國的軍隊多麼的優秀 投送能力有多強 他們呢其實都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才能夠進入到台灣這個戰場來 而且就算進入到戰場 也會面臨到很大的後勤問題嘛 在過去十幾年當中 解放軍的各大的領域都追趕上了美軍 那特別說包括像是什麼呢 第五代戰鬥機啦 像是殲-20啊 大型的驅逐艦洞55啊 這些不斷的入役 這都使得呢 傳統領域的美軍的優勢是徹底喪失的 另外呢 還有包括像是遠程導彈啊 這也是很強嘛 比如說呢 東風26這些大家都耳熟難詳 還有高超音速武器 比如說東風21啦 東風17啦 另外更別說無人機 光是飛鴻97A 它就可以當作是雙座版殲-20的 忠誠勞機了嘛 所以夯不浪當這些領域呢 美國就說 中國大陸已經超過了美軍 在這些相關的領域 被說根本沒有能力去反擊嗎 他說這是令他非常失望的 而這位美國海軍的上將 認為美軍的最後一個優勢是什麼呢 他提到是核潛艇 那但是呢這一位美軍的上將 他本身就負責管理美軍的海軍當中的核武器 所以呢也被認為說這個所謂啊 他說核潛艇呢是最強的 那也好像是怎麼樣呢 是在給自己的軍種幫槍嘛 幫他自己的軍種說話 那不光是他呢 美軍很多將領都認為 美軍現在的優勢 難道真的只剩下核潛艇呢嗎 美軍來看到現在呢 有包括什麼 這邊包括有26艘老式的洛杉磯的核潛艇 還有4艘是海狼級的核潛艇 以及呢22艘新式的佛吉尼亞級的核潛艇 那另外呢 佛吉尼亞級呢 他還繼續在建造當中 的確光從數量上來看 這絕對是超過解放軍的 而根據呢美國人的說法呢 雖然中國大陸現在是6艘的093型 也就是所謂的攻擊型的核潛艇 那質量上可能比不上美軍的核攻擊潛艇 但是解放軍可是有怎麼樣呢 有60艘的常規動力潛艇 大陸軍事專家呢 卢中成就說呢 要知道中國大陸周邊的海域呢 其實是怎麼樣 他說是比較淺的潛水的海域 大陸架的延伸很遠 適合美國核潛艇發揮的地方 其實並不太多 所以之前不是還發生 南海撞傷的美國海狼級的核潛 你看這麼糗 這就是一個例子 而且呢解放軍的固定翼 反潛機啦 還有輕型護衛艦 這些數量也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反潛的力量 可以獲得質量的增加 在中國大陸家門口 他說這個中國大陸家門口 這個地方嘛 不管你是什麼大西洋 太平洋 美國想依賴幾十艘的核潛艇 就想要來縱橫來往 他說是吃心妄想的 他提醒說 這位美國海軍上將 嘴巴說所謂的優勢 可能只是紙面的優勢嗎 他這麼說 更像是要從國會議員的嘴巴 來要出更多的軍費 擴充自己的核潛艇部隊罷了嗎 不過呢 其實他也坦言 解放軍這邊應該也知道 自己最後的短板 也是核潛艇的這一塊 但是最近幾年造船的能力 集中在航空母艦 大型驅逐艦 這些所謂解放軍的水面艦隊 水面上的艦隊 但是他說達到一定程度規模之後 水下的艦艇也會開始下腳子的 到時候呢 美軍這所謂的最後優勢 恐怕也要說拜拜了嗎 而提到說呢 中國大陸軍事實力 不只是海軍造舰能力 空軍更是如此 他負責踹門角色嘛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看呢 首飛已經十年的FC31 FC31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胡鷹 那或許呢 他未來還會不斷的改進嘛 登上中國大陸新的航母 福建界轉身變什麼呢 轉身變了殲35嗎 你看到他不斷不斷的變身 會變殲35 而且還能夠跟什麼呢 跟殲20高低搭配啊 一起來看看呢 FC31胡鷹 他變成五代隱身戰鬥機的 是現在人類最先進的 空幽戰鬥機之一 如今全球一共有五種的五代機 來看看有哪五種 第一個就是我們談了很多次的 F22美國的 還有F35這都是美國的 俄羅斯來看到有蘇57 那中國大陸呢 有來看到殲20 以及今天的重點 FC31 而目前能夠對外出售的呢 就是F35以及呢 FC31這兩種 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就很想要買這個FC31嘛 俄羅斯的蘇57呢 雖然一直也想要對外銷售啦 但由於俄軍自己的訂貨呢 都沒有辦法滿足了 自己都不夠了 怎麼呢 對外出口呢 暫時還做不到 好那這個FC31的戰鬥機 綽號就叫胡鷹 是大陸省飛公司呢 自酬資金獨立開發的一款 先進的五代隱身戰鬥機 那雖然該機並不是解放軍空軍的 立項的研發 但是這並不妨礙這個機型 是有卓越的作戰的性能 對於這個胡鷹的部分呢 我們一起看看 國外媒體啊 普遍也認為說呢 該機是唯一可以跟美軍的F35 正面對抗的出口型的 五代隱身戰鬥機 作為一家呢 公司啊 沈飛也被認為說 他能夠呢 獨立來開發五代機 也足以顯示 沈飛他其實有深厚的 技術的儲備碼 以及克服一切艱難的決心 好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也就是呢 他多快 他立向呢 到首飛只用了13個月 你看 你看我們把它框起來 他只用了13個月 沈飛呢 創造了中國大陸 國內戰機研製速度的新紀錄 不過呢 經過初期的喧鬧之後啊 其實FC31卻在網絡上 逐漸沉疾了下來 不知不覺一轉眼 現在已經飛了 已經10年了 為什麼說10年了 因為他在2012年 2012年的10月31號 就是FC31胡英隱身戰鬥機首飛的日子 現在已經11月了 他已經10年了 然後來看到FC31戰鬥機 他經常被中國大陸說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殲3-1 因為3-1嘛 會不會是3-1呢 但是事實上 FC31並不是中國大陸空軍立項的項目 也因此呢 就沒有解放軍的編號 目前該機來看到 以FC31的編號出現 就是因為FC這個標誌的 就是說可以對外出售的型號 FC就是可以對外出售的一個型號 那這也表明呢 胡英的真正身份 就是一款專門提供出口的 5代隱身戰鬥機 好 我們來看看 在以下的畫面 這是胡英呢 10年來的蛻變 好 陸媒呢 來看到是比莫點兵 他也提到說 FC31戰鬥機 在氣動的外型上呢 跟美國來看到 F35的閃電戰鬥機 真的是蠻類似 他們都是什麼樣呢 兩者最大不同 來看到是美國的F35 是單發的戰鬥機 而FC31是一款 雙發的戰鬥機 另外來看到 它主要是因為呢 大陸現在是難以開發出 跟F35呢 一樣的所謂技術水平 相當的大功率涡扇發動機 因此不得不使用 兩台中等推力的發動機 為胡英提供了動力 所以導致說 FC31的飛機內部容積呢 是小於F35一點點 這直接也導致呢 FC31比較能攜帶式 更小質量的彈藥 航程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儘管有這些小缺點 但是他提到說 在動力系統方面 是有落後沒錯啦 不過呢在雷達航電系統方面呢 FC31對於F35呢 就有很明顯的技術的優勢 目前大陸出口的FC31 比如說來看 FC1 也就是骁龍Block 3型的戰鬥機 它其實呢 它所配備的 叫做KLJ7A型 來看到呢 它也有一些這邊 這邊 它KLJ7A型 記載了相控正雷達 這些相關性能 它說呢 你出口的這個版本 這些KLJ7A型 相控正雷達 這個系統呢 都已經跟F35 匹配的APG81型呢 其實相控正雷達 水平是相當的 意思呢 就是說 弧音的雷達 顯然更優於骁龍 所以呢 陸媒來看到是 比莫點逼就認為 這可以確定的就是 FC31的雷達航電系統性能 就會優於美軍的F35 換句話來說 FC31戰鬥機 在未來對外出口 有巨大的潛力 這大概也是目前 沈飛總是帶著呢 胡音啊 頻繁的參加各種的 防務展的原因吧 目的就是不斷增加 這個該機的 國際的曝光度啦 向國外來推銷 不過呢 除了這個對外推銷之外 FC31還有個疑似 出口轉內銷的型號碼 也就是剛剛我們 一直在說的 網路上流傳的 殲35戰鬥機 據稱啊 這機呢 會成為解放軍下一代 也就是呢 福建艦的艦載的戰鬥機 這也是大陸第一種呢 艦載的隱身戰鬥機 因為戰鬥機 要放在了 這個航母上面 還要隱身 那就是非常難的 目前網路上 已經流出了 譬如說呢 不少殲35戰鬥機的 一些照片 同時呢 也有來看到 像是呢 有消息顯示出來 大陸海軍航空兵的 新制服當中 也有一些 戴著殲三鼠 logo的 好像一副說 中國大陸海軍 難道就是確定 會採購 殲三鼠的感覺嗎 那陸媒說 總體來說 經過了10年的努力 如今的 FZ31的 胡鷹戰鬥機 就已經從 當年首飛時的 丑小鴨 一舉變上了 枝頭 變鳳凰了 如果中國大陸海軍 真的要採購 這個殲35的戰鬥機的話 這也意味著 胡鷹終於被解放軍認可了 未來就會降落在 中國大陸大型的航空母艦上 像是彈射航母 福建艦上面成為能夠跟美軍對抗的作戰力量 另外 殲35未來還能夠跟什麼 跟殲20 重點是他們兩個 殲35跟殲20要高低搭配 建設更具殺傷力的空中火力體系 由於殲35就是繼殲20之後的第二款的 所謂的隱身戰鬥機 從開始研製時就制定了四個型號的 同時發展的思路包括什麼呢 包括像是有一些基本的艦載型 這是最基本的 那為空軍打造的像是陸基型 還有外貿型的殲3511就是出口 另外還有一個型號可能是雙座型的 那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殲20 它隱身戰鬥機雙座型 殲20雙座型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了 所以殲35首要定位就是航空母艦的艦載機 那它安裝有彈射桿 因為電磁彈射 我們都知道福建艦它有電磁彈射 所以它也要裝這個彈射桿 所以可以在福建艦上進行電磁彈射起飛 但是說到了殲35前期的版本 其實是不帶有彈射桿的 那這方面可以讓殲35艦載機未來怎麼樣 沒有彈射桿就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好 看看可以放在哪裡 像是遼寧艦跟山東艦航空母艦 可以滑越起飛因為沒有彈射桿 另外一方面衍生陸基型的 也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對於中國大陸空軍來說 殲35也是一個非常需要的戰鬥機的類型 作為大陸空軍頭號的戰鬥機殲20 我們說到殲20它一直都是利用很隱身的優勢 高速圖房 智取相關的志工權 對地 對海攻擊 對空情報快速反映這些任務 則是會交由像是殲20並列 這所謂空軍三艦客 譬如說來看到這三個人 殲20 殲10C 還有殲16 這些來進行相關的負責 也就是這些所謂的攻擊的任務 另外來看到 由於它是缺乏隱身的優勢 是制約了像殲16跟殲10C作戰效能的短板 就是這兩款飛機 儘管跟殲30 它們是三艦客 但是這兩款它沒有隱形的作用 但是剛剛說的殲35 它已經換裝了中國大陸國產 W-S19的發動機 比原來的胡鷹的兒子RD-93推力更大了 另外它速度更快 可以攜帶遠程空空導彈 進行超視距的攻擊 更別說它又是隱形的 又可以掛載精確制導的炸彈 對海對地的打擊 又有隱身的優勢 它就被說可以取代 像是殲10C還有殲16這些相關的任務 所以殲20未來跟殲35高低搭配 那就真的很強了 未來陸基型的殲35 可以裝備像是中國空軍的中型鋁 以及裝備的是重型隱身 戰鬥機殲20的威龍鋁高低來搭配 打造更具有殺傷力的 空中火力的體系 說到了中美最可能開戰的地方 就是台海了 當初堅持要訪問台灣 就是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確定要離開議長的職務 跟看到共和黨明年1月要掌控眾議院時 他就要卸下民主黨的領袖的職位 我的朋友們, no matter what title you all my colleagues have bestowed upon me, speaker, leader, whip there is no greater official honor for me than to stand on this floor and to speak for the people of San Francisco this I will continue to do as a member of the house speaking for the people of San Francisco serving the great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defending our constitution and with great confidence in our caucus 裴洛西說不會尋求連任 可是根本就是因為他選不上 然後再來看到說他發表談話時 刻意無視了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說跟小布希、歐巴馬、拜登共識 真的感到很光榮跟榮幸 同樣惹爭議的還有呢 因為澤蘭斯基在波蘭導彈事件上呢 第一時間指控是俄羅斯炸的嘛 那不少美國媒體就開始引用 澤蘭斯基來指控啦 結果美聯社來看到16號趕快更正了 說呢11月15號呢 發表了最先版的報導當中 美聯社基於是一名美國匿名的 高級情報官員提供的消息 錯誤的報導了俄羅斯導彈進入了波蘭 並且導致兩個人喪失的消息 隨後呢真的是他有進行更正了 這個導彈是俄羅斯製造的啦 但可能是烏克蘭為了防禦俄羅斯的進攻而發射的 另外呢根據呢 今日俄羅斯11月17號報導 Fast News的主持人卡爾森啊 他非常生氣 怒斥呢 澤蘭斯基在波蘭導彈的爆炸事件上 不斷的撒謊 並且說呢 這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導致數百萬美國人死亡 他呼籲美國應該停止支援烏克蘭 此外卡爾森還大罵澤蘭斯基 就是一個靠美國施捨致富的東歐腐敗獨裁者 你看罵那麼難聽 美國保守派的政治評論員強森也推文說 烏克蘭啊 你要想要怎麼樣 引爆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當印美的烏克蘭的飛彈 擊中了北約成員國 導致無辜民眾死亡 烏克蘭領導人竟然在說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但美國北約好像對澤蘭斯基非常不滿 烏爾戰火持續延燒 飛彈攻擊成為了生活日常的悲劇 不過日前一枚飛彈 霧擊到了波蘭村莊 造成了糧死 差點釀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北約美國當時第一時間均指出 應該是烏克蘭防空系統獲使飛彈 不過烏克蘭總統 澤蘭斯基堅持絕非烏克蘭所為 對於澤蘭斯基的堅持 美國總統拜登立刻打臉 終於澤蘭斯基似乎聽到了拜登的說法 改口需要再查證 事實上美聯社曾經第一時間報道 這是俄羅斯飛彈攻擊 但隨後更正釐清 而澤蘭斯基一度堅持說法 就遭到了北約外交官員痛罵 沒有人責怪烏克蘭 而烏克蘭卻公然說謊 摧毀了歐美國家對他們的信心 不但可能造成北約直接加入俄乌戰爭 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民眾目前在戰火之中 還要面臨寒冬口宴 烏克蘭首都基辅不但低溫 預估會停電到下週 澤蘭斯基似乎沒有彈劾的打算 俄乌戰爭延宕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勢必將會持續惡化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 最新商業職員 進了 我相信 得殆 pi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